在轻松读小说当我们点下去时 这个APP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是一般人比较没有看到的 就是说最近阅读 你最近看了哪些书 从这边可以看得到 而且右边的上面会显示 什么时间去看过这本书 它会秀给你看 昨天的4点57分 今天的4点46分看最强升级 除了这个以外 它在右上角这边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叫解析小说 很多人光看这个名词的话 不晓得它干嘛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现在从电脑 或是从浏览器里面 看到某一个小说 点一下 然后它这边会有它的网址 你可以把它复制过来 复制完了以后 到轻松读小说这边 解析小说点一下 把这个网址把它贴上来 贴上来 然后按确认以后 它会去解析 这本小说 有没有在收藏里面 如果有收藏的话呢 你就可以干嘛 把它点这里 选择 有没有 加入最爱 等于是订阅的意思 然后这时候 你就会看到 在这边多了一个 这本小说了 这本小说 哦 哦 我会有没有在收藏里面 我会有没有在收藏里面